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大陆就台独环顾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定罪 量刑标准和程序规范等 作出具体规定 列明最重可疑判处死刑 住北京记者叶子华报道 两岸局势持续紧张 大陆当局多次重申 台海局势不稳 主因在于台独 在北京 五个部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公布即日起实行22条 有关台独环顾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新规 涉及定罪 量刑标准和程序规范等 文件列出多项 构成分裂国家罪的行为 包括发起 建立台独分裂组织 推动台湾在国际社会 制造台独等 其中首要分子 或属罪行重大的 可以判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 情节特别恶劣的 可以判处死刑 文件又提到 即使被告身处境外 检方仍然可以追究 相关刑事责任 法院也都可以 就案件开庭审判 国台班强调规定是针对台独 环顾分子合情合理合法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国家绝不允许 台独分裂势力 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和外来干涉 以实际行动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和自身安全扶持 大陆近年先后 将萧美琴、苏貞昌 游石昆等多人 列为台独环顾分子 对于名单会不会再增加 大陆当局未有正面回应 只是呼吁相关人士懸崖落马 母线电视 驻北京记者叶子华报导 内地南方再出现新一轮的强光雨 遇世在今晚到星期日最强劲 广东梅州市平远沿 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 两人失踪 而安徽黄山市多处暴雨 引发洪水 至少有20万人受灾 安徽黄山市洪水来势洶洶 水流太急 当局出动铲车 再走被困的村民 有行动不变的村民 要游救援人员抬走 航拍片段见到黄山市涉愿 大部分路面被洪水淹淨 当地星期四挨抬 将防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暴雨之下 团溪区的街道变成窄阻 房屋不敌洪水冲击倒塌 有游客冒雨到黄山风景区爬山 举步为奸 岸费这个星期开始广泛地区落暴雨 黄山专城等地平均内的雨量超过100毫米 最大降雨量在涉愿徐尊达到524毫米 黄山市多个景区关闭 近500间学校停放 全市20万人受灾 浙江杭州灾情同样严重 洪水浸过公路、农田 水深超过1米 13个乡镇受灾 早前受洪水侵袭的广东梅州 梅院区局部地区仍然严重水浸 迹水几乎浸过屋顶 当局调派抽水设备清理迹水 广西流州、流江水位开始回落 当局出动2千多人清理淤泥 重庆于北也落大雨 多处道路出现轻微的积水 中央气象台说 南方出现新一轮强降雨 贵州自长江中下有一大受影响 预料雨势会在星期五晚间到星期日最强劲 中央组织部撥款1亿3800万元人民币 用于支持广东、福建等地的防汛抗旱工作 而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 日间气温超过35度 广州和深圳全市发出黄色高温预警 驻广州记者陈着康报道 广州北京路步行街下午的气温达到36.5度 地面的温度更加超过40度 不少途人戴帽或者担遮挡太阳 或者饮凍饮消暑 天气挺热的 然后就是感觉很闷热 戴着帽都过得很热 今年至来第一天这么热 烈日当空 外卖员就如常工作 广州全市在星期四发出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 星期五大部分地区日间都超过35度 最热的月秀区、白云、花都、南沙等最高气温超过37度 深圳市同样发出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最高气温35度 气象部门预计随着负热带高压持续增强 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的炎热天气会持续多2-3天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陈聪康报道 四川成都有地铁地盘发生怒陷 画面见到地盘有大面积的塔含 事发在凌晨近4点 正在导师公的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小南街站 附近有水管爆裂引发12米长的路面塔含 目前受影响道路已经封闭 无人伤望 至于现场附近多个屋苑 受事件影响暂时停水停电 部分地区暂停燃气供应 甘肃天水举行公祭福熙大电 儀式早上10点开始 按照传统分城骨弓竞制、献花篮等六项议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出席 并为花篮正理断带 央视新闻报道 参与今届大典的除了港澳台人士、 专家学者等等 也邀请了参与去年式石山园 6.2级地震抗震救灾的代表 今届亦都增设艺术交流展 文类产业号、木招商、人战推介等活动 福熙被誉为是中华人民始祖 而天水是福熙诞生地和文化发祥地 当地在1988年开始恢复举办公祭福熙典禮 这是中国港澳台 我们下期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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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宽